杭州临平区翁桥路上 有家新印象护肤造型 小王说 之前在店里办过会员卡 7月11号过来消费 这里的死吧 小王说是按按腰背之类的按摩 后来有美容师过来 帮他洗脸去黑头 小王告诉记者 此前工作人员没跟他说过价格 也没给他看过家务表 项目快做完的时候才知道这么贵 当天扣出卡里的余额后 他又付了1020元 他就是先不跟你说 然后等你做完了 你没办法拒绝了之后 就给你上价格了 之前你有没有问过他 比如说给你用的东西是多少钱 这个去黑头是多少钱 没有 如果当时我心想有1500的价格可以用的过来 以前你有在他们店做过黑头什么 没有 就做过死吧 那你没做过也不好记下他们这个价格多少钱 他说可以做得来 他这样说的 如果多让你出钱是不可能的 小王说付完钱他当场报了警 双方协商下来 店长同意退还640元 店长这样说 他现在退不了 要老板给他现金 他开完会的之后带过来给我 今天我问他客服钱什么时候给我 然后他客服说 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退钱给你 聊天记录中 小王问 640块钱什么时候能退 客服回复 退什么退 你都消费完了 开什么玩笑 之后双方开始争吵 用词有些不雅 答应好了 为什么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客服说的话 我要找到那个客服 是早上你骂的吧 你骂我 对啊你干嘛骂人 你早上骂我是吧 来来来 哎哎哎 别打 打人是骂我 打人是骂我 是你骂我 笑你答应 你是老板是骂 我就不找 八局 他妈 出去一下他出去 今天我就陪你 反正我 我天天不上班 我就陪你 哎呀 你消费了什么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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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 我问你 你早上骂我呢吧 早上骂人 骂得很难听的 上去别来 你早上骂人 你早上骂人 你不乱我呢 滚 你这样子吗 小狼 让你滚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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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别动 今天这个事没完 我跟你这样 哎呦 哎呦 别动 别动 你问我是下落的 场面一度混乱 小王报了警 双方都冷静下来后 关于小王说的那些事 记者也听了听店里的说法 江木表给他看了两次 是什么时候给他看的江木表 他做之前给他看过一次 他做的时候又给他看了一次 看了两次 是那个他说的九千八的那个 对啊 江木表已经给他了 他自己想怎么看怎么看 对不对 有一次第一次拿给他的时候 是我不在哪 他自己也怎么看了我不知道 他说你在做之前就看过江木表 没有 我看了 我问那个吗 你发誓你说没有看江木表 我发誓 你发誓说江木表没给你 我看了前面的没看后面的 你们也没有介绍 没有给你 给我 当时是你给的吗 我都说不是我给的 但是江木表给你了 给你看了呀 工作人员介绍 二楼的房间里没有监控 但当时肯定给小王看过江木表 不过这会儿不方便给记者看 昨天已经报过警 人家警察来协商过 他已经消费了 没有卡 没有钱了 是我们另一个店长 好说话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可以下次送你个项目 然后呢 他就抓着这个问题 意思就是这个项目送的 我不做了 我要退钱 过了一会儿 警务人员到达现场 记者也见到了新印象的店长 当时是下周五 把这个钱退还给他 现金吗 对 现金 640 今天早上的时候 他跟我们美容师发消息 然后跟我们另外一个负责人 就吵架吵起来 两个人就骂起来 我们那个负责人 他可能不了解 我们昨天怎么处理的细节 还有哪里 除了这边还有哪里 还有出货 这里 哪里 这里看不出来吗 还有哪里 还有胸子 胸 那你把这个上山拉 那你拿位置 就这里是吧 对 是不是这个红的这个是吧 这个红的 这个红的 那个 这个红的 你看一下我 他有这个东西 那你这边为什么打啊 没打人 他这边闹事 我那边出去 闹什么事啊 就是他来你这边 对 闹事 闹事 然后你从店里 把他进去 对对对 警务人员初步了解情况后 把两位当事人带走了 采访过程中 记者注意到 店里没有公式营业执照 另外在小王的支付记录中 商家全称是杭州 萧山北干街道 依上美容美发店 但这家新印象 在林平区 你们营业执照 那方便看一下吗 这边在冰根 啊 这边在冰根 是冰根 不随便 不方便 对 有的是 他们也弄好 我们这个店 也刚刚转样来的 不方便看 没有营业执照 有营业执照 怎么没有营业执照 有营业执照 那能看一下吗 我需要吗 在自己老板哪里 在自己老板哪里 在自己的老板哪里 其他店员把这名工作人员 拉回去 并关上了门 关于营业执照的问题 记者反映给了 属地市场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 会尽快去调查一下 发稿前 小王反馈 算上对现场肢体冲突的补偿 店家最后一共转给他 800块钱 188黄剑 记者报道